熊孩子霸占公共设施, 强行收取他人使用费, 最后被老鼠要送走, 我们小区公园刚刚花重金购入了一台托马斯转转椅, 一瞬间就成了小区孩子的最爱, 每天不上去转上个七七四十九圈就浑身难受, 可谁知道这竟然给了小区熊孩子可乘之机, 熊孩子伙同自己的两个马仔长江和黄河在托马斯转转椅边上设了一个卡, 凡是想要玩的小朋友需要支付使用费, 要不然别想赚, 一边是三个呲牙咧嘴的恶霸, 一边是托马斯回旋的诱惑, 很多小孩子选择忍气吞声, 默默掏出一点零花钱断上一断, 也有勇气爆棚的小朋友, 你们这样是不对的, 这是公共设施, 大家都可以使用, 为什么要给你钱? 我说的规矩就是规矩, 要是不服的话, 万一为我杀过大的拳头答不答应, 当然前提是不要哭着回家找妈妈, 最终勇气输给了拳头, 也有小区的大人来插手过这件事情, 本着大人对大人, 小孩对小孩的原则叫来了熊家长, 可谁知道熊爸妈更是瞒不讲理的存在, 小孩子之间打打闹闹吗,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你们不会是闲的吧, 我分分钟几十万上下, 可没时间管这个事情, 不是说闲不闲, 你们这是教育问题, 这样子教育孩子是不对的, 教育, 你一个月多少工资, 我分分钟几十万上下, 你再教我教育, 你呸吗? 大家一看熊爸也是油颜不尽, 只能算了, 熊孩子此后更加肆无忌惮, 见人就强, 没钱也要交点东西出来, 不管是棒棒堂, 小玩具实在没有, 连身上的橡皮擦都要抢走一块, 吓得很多小朋友现在都是绕道走, 这天小明不小心从这路过, 站住, 此路是我开, 此树是我在, 要想从此过, 留下满路台, 小明心想不妙, 不过上下摸索了一番, 发现身上什么东西都没带, 难道要把自己心爱的蜡笔小新内裤交出来, 熊孩子一看迟迟没有表现, 于是主动搜身, 发现什么也没有, 气得不行, 黄河突然现策, 大哥, 这个点还没到下半点, 要不我们跟他去家里拿, 熊孩子一听好主意啊, 不愧是自己的狗头军师, 于是压着小明来到了他的家里, 一顿翻向倒柜, 最后才找出了两包方便面的调料包, 喜滋滋的开始分赃, 长江黄河满心以为自己至少能分到一包, 结果只见熊孩子直接拆开一包, 往嘴里一到, 最后剩下一点点喳喳扔给了长江, 第二包也一样, 他一口吃完, 留下一个包装袋给黄河, 两个马仔只能卑微的用舌头舔一舔残渣, 味道是真不错, 可这哪是调料包啊, 这是小明妈妈新买的老鼠药, 他们三人很快也就被药翻了, 通过邻居报警, 120也很快赶来, 最后经过一番抢救, 熊孩子是回不来了, 终于他的霸道, 吃进去太多的老鼠药, 毒性太强, 哪怕是洗胃也没有用, 分分钟几十万上下的熊霸只能白发人送黑发人了, 长江黄河由于摄入的量非常小, 又及时洗胃, 最后还是幸运的抢救回来了, 兄弟俩在病房里喜极而泣, 发誓以后一定要做一个好人, 小统还是要提醒各位家长, 正确教育孩子的同时, 有危险性的药物还是要保存在孩子触碰不到的地方并且事先说明, 以防万一, 熊孩子棒打老人, 还推倒入肤, 最后被大哥团灭, 小区有个熊孩子超级喜欢角色扮演, 每天幻想自己是电视里或者游戏里的什么角色, 这天拿着自己新买的金箍棒在小区晃悠, 显然是把自己当孙悟空了, 看见隔壁王奶奶买菜回来, 他跳上去拿棒子一支, 站住, 妖精, 还不快快现行, 王奶奶一看是个小孩, 慈祥的说, 小宝乖, 奶奶着急回家烧饭了, 你自己去那边玩哦, 熊孩子一听不乐意了, 休想绕过我, 去吃我师父, 妖精, 看得, 只见熊孩子拿着金箍棒, 开始往王奶奶身上招呼, 打得王奶奶连连惨叫, 路过的老王头连忙上来制止, 王奶奶已经被打得轻一块紫一块了, 坐在地上大声哭喊, 你是谁家的皮孩子, 怎么哪个棍子乱打人, 好你个白骨精, 变完老太太现在开始变老爷爷了, 还好我有火眼金睛, 看到, 老王头还在查看王奶奶的伤势, 就被当头一棒, 这金箍棒是用石心塑料做的, 打在身上是相当疼, 老王头一把就打飞了熊孩子的棍子, 熊孩子生气的跑过去, 捡回来还想再打, 这动静很快吸引了一大波围观群众, 纷纷开始指责教育起了熊孩子, 说他怎么能打老人呢, 父母怎么教的, 熊孩子一脸不屑, 你们这些愚蠢的凡人快让开, 你们都被白骨精骗了, 我用火眼金睛早就看出来, 他们就是妖精, 怎么着, 一大批人围着想欺负我儿子啊, 不是我们欺负你儿子, 是你儿子用棍子乱打人, 已经打伤两个老人了, 熊妈一看王奶奶坐在地上哀嚎, 我儿子才八岁, 拿个小玩具就能伤人了, 你们不会是想讹人吧, 讹什么人, 我们在边上清清楚楚看见的, 就是你孩子在这打人, 小孩子玩玩的, 叫什么打人, 你们都是玻璃做的啊, 说话那么大声干什么, 可别吓着我孩子, 熊妈说着, 走到了王奶奶身边, 老无赖打你哪里了, 把你腿打断了吗, 战斗站不起来了吗, 别演戏了, 说着用脚踩了踩王奶奶的腿, 好好的呀, 海庄想诬陷我宝贝儿子啊, 老王头站起来怒目圆睁, 你在干什么, 难怪教育出那么不讲道理的小孩, 父母也是一个样, 果然是老鼠生的儿子会打动, 老妖精你在说什么, 看到, 熊孩子又咿咿呀呀的冲了过来, 这时众人挡住了他的去路, 赶紧把你小孩带回去吧, 再闹下去, 我们要报警了, 人多欺负人少是不是, 好, 你们给我等着, 熊爸妈说着, 就想带着熊孩子离开, 本来可以正常离开了, 熊孩子可能是气不过, 看见边上有个孕妇, 突然跳起来推了一把, 臭大肚婆, 看什么看, 小心俺老孙, 把你奥里给逗打出来, 这一幕大家都没有预料到, 孕妇当场就被推倒了, 躺在地上呻吟了起来, 黄毛看到自己媳妇被推倒, 大吵一声音, 就把熊孩子踢翻, 短头去看自己的媳妇有没有事, 熊爸一看自己的儿子被揍了, 也是二话不说, 踢了上来, 一脚踹倒了黄毛, 黄毛手中正扶着她的妻子, 一下不注意两个人又被踢倒, 妻子惨叫了一声, 下身顿时血红一片, 黄毛一看牙子欲裂, 出这么多血的情况下肚子里的小黄毛, 应该是凶多吉少, 哈哈哈哈露出真面目了吧, 妖精, 这一定要你命, 看着, 黄毛一看熊孩子还要上前, 心中似乎有什么枷锁又被打开了, 他抽出身上带着的十米长刀, 对着扑过来的熊孩子就是一个拔刀斩, 熊孩子不可置信的看着胸口的长刀, 直接就隔屁了, 熊爸妈见状就要冲上来报仇, 黄毛已经红了眼, 顺一上前, 虎实无华的两刀又带走了他俩, 这一切发生在电光火时间, 等大家反应过来, 黄毛已经抱着妻子潇洒离去, 他本来为了家庭已经放弃了江湖的打打杀杀, 但是最终还是不得不出手, 熊孩子蹭WiFi不成就捡我网线, 半夜装成阿飘吓我, 最后不小心摔下十二楼, 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 市里大中小学全部都提前放假了, 一大拨熊孩子开心的在家上起了网课, 我还是照常在家做动画, 可是总感觉这两天的网络特别卡, 上网搜索了一下解决方法, 于是第一次打开了我的路由器后台, 这才发现一共有七八台设备连接着我的路由器, 除了我自己的一台小米13, 其他都不是我自己的, 剩下青一色的苹果外加两台派的, 尤其是其中一台派的八十兆每秒的网速占比让我陷入了沉思, 这时隔壁的熊孩子打了一个喷嚏, 默默盖下了正在下载什么小电影的派的, 难怪网速这么卡, 我生气的把路由器重启了一下, 并且改掉了密码, 终于重新体验到了网速飞一般的感觉, 这时房门被敲响了, 打开门看见隔壁邻居生气的站在门口, 后面跟着一个顶着黑眼圈的熊孩子, 为什么要把无线密码改了呀, 我孩子都上不了网课了, 要是耽误我孩子上清华你就完了, 还上清华呢, 我看你的孩子马上都要上清天了, 不过我还是很有礼貌的回到, 不好意思, 大姐这是我家的无线, 你们都连进来影响我正常工作了, 所以我改密码了, 好像没有通知你的必要吧, 我们一直都是连你家的网络的, 早不卡晚不卡, 偏偏现在卡, 我看你就想影响我孩子上网课, 对啊对啊, 本王命令你立刻把密码给我改回来, 不要影响我看小电影, 我不对上网课, 卧槽, 敢请他们家搬过来这么久了, 用的一直是我家的网, 还这么理直气壮, 对不起大姐, 你们已经影响到我正常工作了, 所以新密码我不会告诉你的, 楼下就有接宽带的, 你要是懒得下去, 我可以直接给你电话号码, 很快就能接好, 不至于吧, 不就是用你点网吗, 你网费本来就要交的, 也没有让你多掏钱, 说实话像你这么小气的人还真少见呢, 不好意思, 我是不太大方, 你们请编吧, 熊妈看我关门, 指着我家房门破口大骂, 甚至还带着她儿子, 一了两口才回去的, 我都懒得跟她计较, 可谁知道熊孩子没有憋什么好屁, 她一直对我的突然断网怀恨在心, 可能是因为我打断了她的学习节奏, 果然熊孩子没有隔夜愁, 当天晚上她就偷偷跑到我的机箱, 把我的网线给剪了, 还在熬夜干视频的我直接当机了, 检查了好几遍也不知道为什么网络会出问题, 第二天请维修人员过来, 检查才知道原来是网线断了, 看着这整齐的切口倒不像是老鼠啃的, 去调查监控一看原来是熊孩子搞的鬼, 物业很是生气, 帮我虚风警告了一下熊孩子的父母, 并且跟我说一根网线而已, 算了算了, 我也是习惯了物业的不作为, 回家换了一根网线, 在电箱外面再加上了一把锁, 当天晚上熊孩子辗转反侧睡不着, 平时总是拿着手机学习到深夜, 现在一下子没网了浑身难受, 于是又想了新招, 她戴上了一个阿飘面具, 拿个手电筒罩着自己的脸, 跑到楼道咚咚咚的敲我的门, 我正疑惑谁大半夜来找我呢, 凑到猫, 不时吓得一机灵, 还好平时不做亏心事, 我心想应该是谁在恶作剧, 把门反锁了一下就回去继续干视频, 敲门声又持续了一阵, 看里面没反应就停了, 可是很快窗外又响起了敲锅里的声音, 伴随着一阵阵鬼哭狼嚎, 我正在问谁大半夜闲着没事呢, 突然一声惨叫, 一切声音都停了, 第二天下楼看见小区门口围着很多人, 中间白布盖着一个血肉模糊的物体, 据说是这个熊孩子昨天半夜调皮, 爬到空调外机上玩, 不小心从十二楼摔了下来, 我不由想到了昨晚窗外的动静, 一切好像都明白了, 无知熊孩子想走乞丐碗里的钱, 被人贩子盯上后拐走, 最终自己变成了瘸腿臭药饭的, 熊孩子深受熊妈的溺爱, 从小打不得骂不得,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天熊妈带着熊孩子在街上闲逛, 突然看到路边有个人瘸腿坐在木板上, 前面还放着一个碗, 行行好吧, 各位, 我已经快三天没吃饭了, 谢谢, 谢谢, 妈妈, 这个人是谁啊, 为什么别人会给他钱? 孩子啊, 他就是个臭药犯的, 妈妈跟你说, 要是以后不好好读书长大就跟他一模一样, 熊妈的声音并没有刻意降低, 路上的人包括乞丐都听到了, 乞丐无奈地低下了头, 妈妈, 我才不会跟他一样呢, 又丑又脏, 丢脸死了, 熊孩子说着还跑到乞丐探前大叫, 臭药犯的, 臭药犯的, 羞羞脸, 活该是个烂绝子, 说完还做了个鬼脸, 一脚就把乞丐的饭碗踢翻了, 乞丐一脸愤怒, 但是由于腿脚原因没法起身, 熊妈赶紧带着熊孩子好之腰腰了, 之后这个乞丐就换了地方, 可能是怕再遇到熊孩子, 可命运的安排总是那么的巧, 熊孩子骑着自己的滑板车在街上溜达, 看到路边新开的奶茶店突然感觉有点渴, 可今天提款机没带在身边, 没人可以给他买单, 一朝莫展的熊孩子突然瞄到路边的乞丐, 滑了过去不怀好意的看着乞丐无法走路的双腿, 乞丐一看又是这个小臂崽子, 连忙把碗拿了起来, 臭药犯的怎么又遇到你了, 真会紧, 躲什么躲药, 我又不会偷你的钱, 我要也是光明正大的拿, 熊孩子一脚踢翻了乞丐, 想过了他的饭碗, 把里面的钢装只必一扫而光, 随后还跑到离乞丐几米远的地方扭起了屁股, 臭药犯的来抓我要, 你个烂穴子, 别人给你钱你也花不了吧, 正好让本大王来帮你花吧, 乞丐欲无泪,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天的成果又要没了, 胖虎扬长而去, 却没有注意到这一幕都被暗处的几个人盯了去, 大哥就是这小子, 天天在这捣乱, 小胖子屁股扭得还挺可爱, 就是他了, 明天搁几个一起去请他喝茶, 胖虎开心地抱着两个甜筒回来, 回家了, 剩下的钱留着看熊出没, 第二天胖虎来到老地方找他的滑板车, 昨天太得意忘形把自己的座驾丢了, 来到昨天乞丐的位置却没看到他人, 只有两个沙马特靠在那里, 喂, 黄毛, 有没有看到本大王的滑板车哦, 黄毛一看目标上钩黑黑一笑, 滑板车, 我看到过, 被一个乞丐拿走了, 往那边去了, 果然是这个臭要犯的, 看我找到他, 不给他来一套五连鞭, 小朋友, 叔叔带你去找吧, 我知道他家在哪, 好啊, 前面带路, 要是找到了, 本大王不会亏待你的, 二人笑嘻嘻地带着胖虎来到了一个巷子, 胖虎果然在这里看到了自己的滑板车, 三步两步冲了上去, 却突然看到房门里乞丐正在里面对着他着急的挤眉弄眼, 臭要犯的, 但爷在这表演什么呢,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敢动本大王的滑板车, 胖虎说着就冲进了院子, 却突然愣在原地, 原来他看到了院子里有四五个跟乞丐差不多的人, 唯一共同点就是都缺胳膊扫腿, 察觉到不对, 胖虎不敢多留, 短头就想离开, 却突然撞上了后面进来的黄毛二人, 小朋友, 去哪呢, 叔叔帮你找到, 你要找到东西了, 该轮到你帮叔叔了呢, 不可一世的熊孩子为何当街乞讨, 甚至还被人打断了双腿, 带你走进人贩子团伙的残忍幕后, 上期说到, 熊孩子恶意踢翻乞丐的饭碗, 还拿走乞丐碗里的钱, 最后却被暗中观察的人贩子骗到了贼我, 小朋友, 你的忙叔叔帮了, 现在轮到你帮叔叔的忙了, 快给我让开, 小心本大王对你们不客气了, 胖虎迷迷糊糊的醒了过来, 却发现自己在一个破院子里, 双手双脚都被绑了起来, 院子里面很脏乱, 还放着几个铁笼子, 放开我, 老狗, 等我爸找过来, 你就要遭老罪了, 赶紧放我回家, 黄毛也不惯着他, 出口就是两脚, 胖虎感觉痛得都快无法呼吸了, 这才知道自己好像真要完蛋了, 黄毛也露出了真实面貌, 不再笑咪咪的, 还想回家, 小胖子到了本大爷手里, 还想回去, 我带你去看看你的新家, 说着揪着胖虎的头发, 把他戳到了一个铁笼子边上, 以后这就是你的家, 吃饭拉屎都在里面, 没有我的同意, 你敢走出来一步试试, 胖虎不服气, 还想挣扎一下, 用一脚踢得他毫无脾气, 黄毛打开铁笼, 把胖虎扔了进去, 然后就往屋里走了, 安心呆着, 来了本大爷这就别有什么花花肠子, 要是惹我生气了, 我也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来, 胖虎蜷缩在笼子里, 瑟瑟发抖, 他开始回想自己作死的一生, 这才想起了之前, 熊霸熊妈对他是多好呀, 自己不应该天天闯祸, 熊妈这边已经报警了, 这已经是熊孩子走丢的第二天了, 熊奶听到这个消息直接下进了医院, 熊霸熊妈找遍了小区, 以及胖虎平时爱去的地方都没找到, 只是听奶茶店的小妹说昨天好像看到过他, 但是去哪了不太清楚, 阿瑟展开了地毯是搜索,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熊孩子已经被带到了上千公里外的一个小镇, 吃饭了, 一块发霉了的窝窝头扔在了胖虎的笼子外, 胖虎已经被解开了, 我不要吃这个, 我要吃肉, 什么都还没干就想吃肉, 不吃就饿着, 胖虎看到其他三人已经抱起窝窝头啃了起来, 一想到自己确实快两天没吃东西了肚子, 也咕咕叫了起来, 十分嫌弃的拿起了那个窝窝头, 还是冰凉的, 上面有好几个绿色的发霉点, 闻上去都搜了, 但是为了生存, 他不得不拿起窝窝头咬了一口, 又臭又硬, 咬了一下他差点能吐出来, 随后扔掉了窝窝头坚决不吃, 他又开始怀念起妈妈做的红烧肉了, 第二天早晨, 黄毛带来了一根棍子和一碗肉, 胖虎饿得两眼发慌, 只知道闻到了肉香奋不顾身的趴在了铁门上, 其他三个乞丐却是一脸怜悯的看着他, 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黄毛端着红烧肉笑咪咪地走到胖虎前面, 小胖子, 想吃肉不? 想吃, 想吃, 给我肉吃, 想吃肉好办,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想吃肉你就得帮我干活, 饿上脑的胖虎哪还管这些, 他现在只想吃一口肉, 我帮我帮, 你快给我肉, 这可是你说的, 黄毛笑嘻嘻地打开门, 把肉放到了胖虎跟前, 胖虎扑上去狼吞虎咽, 他这辈子没这么想吃肉过, 三个乞丐一脸怜悯, 因为他们知道这顿饭地味着什么, 他们都经历过这顿饭, 不到三分钟一碗肉就吃完了, 黄毛笑咪咪咪地说, 好吃吧, 小胖子, 好吃, 我还想吃, 饿死本大王了, 明天还想吃吗? 想吃想吃, 明天想吃就得入火, 帮我干活, 我现在就给你弄个工作证, 动手, 强子, 说着强子过来, 直接一把按住了胖虎, 胖虎这才觉得不对劲, 开始浑身挣扎, 你要干什么, 放开我, 我没干什么, 是你刚刚答应我的, 一棍下去, 胖虎直接痛出猪叫, 这是一肚本身碎骨的痛, 黄毛没停手, 踩着他的肚往下肚, 直到胖虎疼得阴了过去, 他的一条腿已经是上下不连接, 血肉模糊, 这顿饭的代价就是失去一条腿, 接下来就是带他去上班了, 原来这里的人都是被抓来活生生被弄残废的, 然后利用残缺去要饭, 为黄毛赚钱, 熊孩子就算知道了也已经晚了, 当孩子被人贩子拐走会惊出些什么, 那些无助的父母又该怎样找到自己的孩子呢, 去接上级, 这是熊孩子被抓到人贩子这里的第十天, 虽然一条腿被运生生的打断了, 但是也没有给胖虎送医院, 只是进行了简单的包扎就任凭伤口坏死了, 也是熊孩子成了独角大仙, 这几天胖虎也看到了三位乞丐同事的惨状, 他们每天一大早就会被要求拿着碗出去要饭, 一天下来要的钱要是比较多就能给一口饭吃, 要的少就只能吃发霉的窝窝头, 要是一天没要到钱不仅吃不上饭, 还会遭受黄毛二人的毒打, 胖虎这才知道为什么之前看他们要钱都不花了, 原来都被黄毛拿走了, 这天一大早, 胖虎就被用小推车推了出来, 今天给他的任务是一百块, 要不够就没饭吃, 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 从小娇生惯养的胖虎怎么说得出那求人的话, 不过也有路人看他那面黄肌瘦的样子还有缺失的腿, 也会可怜可怜这个孩子给他一点钱, 胖虎又想起了自己曾经锦衣玉食的生活, 不禁泪流满面, 他决定要逃, 现在人这么多, 只要随便有个人帮他就一定可以帮他回家, 于是他环顾了一下四周, 戏尘丹田, 救命了, 救命了, 我是被拐来的, 救救我, 没说完就被捂上了嘴, 本来是隐藏在暗处的黄毛二人冲了出来, 扛起胖虎就走, 路人们虽然也听到了这句话, 但是没有人敢多管闲事,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被扛走, 爸爸他好可怜啊, 别管了, 小玉他们这帮人很凶残的, 快走, 胖虎被带回了山洞, 小胖子就知道你有花花肠子, 我看你是还没有被打够, 猛的一扰, 胖虎就被踢出了十米远, 脚上的伤口被蹭破又开始流血, 墙子又把他拖了回来, 黄毛又是一脚, 再踢飞了出去, 墙子又去拖回来, 如此来回吃了十脚, 胖虎早已经失去意识了, 等他再一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了, 行了啊, 那这就是你今天的饭, 胖虎一看前面放着的是一堆鲜红的辣椒, 难道就要他吃这个辣椒, 胖虎满脸抗拒, 吃不吃, 不吃的话以后, 你也别再想吃东西了, 给你嘴, 你不用的话, 胖虎没有办法, 只能强忍着恐惧, 抓起辣椒放进了嘴里, 咀嚼了起来, 一下子辣胃疼从脑门, 拉得他头皮发麻, 别吐, 吐了你就完蛋了, 多嚼一嚼, 咽下去, 一根吃完胖虎, 已经被辣得不成样子, 那给你水, 胖虎连忙接过来喝了一口, 谁知这居然是热水, 热水配辣椒, 谁是谁知道, 拉得他直接满地打滚, 黄毛二人哈哈大笑, 别偷懒啊, 这还有这么多, 晚上不吃完别想睡觉, 第二天胖虎的嘴已经变成了香肠嘴, 满身是伤的他又被推出来要饭了, 这下他不敢想逃了, 只能麻木的鞠躬, 祈求大家能给他点钱, 帮他完成今天的任务, 熊妈这边阿瑟已经搜遍了临近的几个县, 并且寻人启事也挂满了街头, 短短十天, 熊爸熊妈就仿佛苍老了二十岁, 他们内心也知道找回熊孩子的概率已经是微乎其微, 但是不会放弃, 路过的网络博主纷纷通过自己的渠道在网上发布了找寻熊孩子的视频或者文章, 网上的热心人士们也纷纷组织起来发文寻找, 这件事情一下子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场浩浩荡荡的网络寻人就此启动, 突然一条私信发到了我这里, 小统, 我好像看到过这个小孩, 很可怜, 宅种人贩子被熊爸开车来给人家, 可谁知道熊孩子又经历了如此酷刑, 上集说道, 熊孩子想要求救路人, 被发现后抓回去经历了佛山无影角和地域辣椒水, 熊爸熊妈发动全网苦苦找寻, 这个时候我却收到一条私信, 小统, 我好像看到过这个小孩, 很可怜, 你确定你看到的是这个孩子吗? 我应该确定, 我在车站这边看到的, 衣服和长相都是一样的, 就是少了一条腿, 那你能告诉我是哪个车站吗? 方便的话可以拍一个照片, 很快一张照片传来, 看样子还真是熊孩子, 可再也不是之前看到白白胖胖的模样, 好的, 你先不要轻举妄动, 我这就联系这边的阿瑟, 收起手机, 我马上前往派出所通知了阿瑟以及熊妈, 阿瑟沟通了当地的警局, 也是很快就开车出动, 但是一千多公里再怎么快也得一天, 小玉这边通知完我后一脸兴奋, 总感觉自己干成了什么大事, 于是像一个小特务一样一直躲在车站周围盯着, 直到太阳都快下山了, 黄毛二人来拉着胖虎回城, 小玉眼看就要丢失目标了, 于是敲咪咪的跟在了后面, 他想看看胖虎到底会被带到哪里, 等贵可以给阿瑟提供线索, 七拐八拐进入了一个小胡同, 小玉看黄毛等人进了一个院子, 关上了门, 便悄悄的躲在墙根后面偷听, 我这边也收到了小玉最新提供的定位, 风驰电车的往那边开去, 话说熊孩子这边, 黄毛检查了熊孩子的碗, 发现里面虚然毛都没有, 顿时大发雷霆, 要你有什么用, 干啥啥不行, 要饭都要不到一毛, 说着一脚踢飞了胖虎, 赚不到钱就得挨罚, 我还是很公平的, 说着只见黄毛拿来一块烙铁, 伸到了边上的火炉之中, 不到半分钟, 烙铁就被烧得通红通红, 只见他拿起烙铁, 宁笑的走向熊孩子, 电视去看过吧, 听说这样子很爽, 今天让你也来试试, 说着就让墙子控制住了胖虎, 他可拿着烙铁慢慢靠近了胖虎的脸, 两者接触的一瞬间, 胖虎冲着嗷嗷大叫, 烧红的烙铁与皮肤之间滋滋冒烟, 皮肤很快就被烧焦了, 胖虎绝望的嚎叫, 但是被控制着无法动弹, 三个乞丐吐死胡碑, 缩在一边一动都不敢动, 突然一块石头打到了黄毛的头, 回头一看一个小女孩一脸愤怒的站在那里, 手里还拿着一根棍子, 住手, 你们真是太坏了, 怎么能这样对别人, 哎呦, 哪里来的小英雄, 拿个大牙签, 准备给我踢牙啊, 墙子一个神身就到了他后面, 控制住了他, 既然你心疼他, 那这样你来代替他, 黄毛说着又举起烙铁, 慢慢靠近小玉的脸, 小玉一脸绝望要是被烧烤的就完了, 就在这时, 飞了一脚, 直接踹翻了黄毛, 原来是我们赶到了, 阿瑟也鱼冠而入, 很快就控制了黄毛二人, 看着里面四人的惨状, 我直接说, 又来了几脚, 阿瑟把黄毛二人压了出去, 让他们蹲在墙角准备授罚, 我们得在里面查看几人的伤势, 胖虎已经痛昏迷过去了, 其余三人知道要被救了, 也是激动的热泪盈眶, 突然外面传来了一阵发动机的声音, 叫声, 我们连忙出去查看, 发现地上一片狼藉, 还有一辆来回倒的车, 拦都拦不住, 原来是熊爸开着自己的车跟在后面, 刚知道就是这两个宅种, 害得自己的儿子的时候, 控制不住自己的轻, 蒙抬油门向二人撞了过去, 还疯了一样的来回碾压, 直到把二人碾得支离破碎, 最后熊孩子得救了, 但是这些天的生活已经让他蒙上了阴影, 再加上脸上的疤让他觉得自卑无法见人, 之后就一直不敢出门了, 二十多岁的熊孩子见过吗? 父亲重病住院, 他却在病房里开着卖打游戏, 天天出去跟朋友吃喝, 反而还往家里要钱讨好女朋友, 最后被嘎了腰子, 老王突发脑出血住进了医院, 妻子照顾不过来只能叫回了在外地上大学的儿子爱坤, 爱坤接到电话立马赶回了家, 不过回家并没有去医院, 而是招呼了老家的狐朋狗友, 出去喝酒唱歌一直玩到半夜, 第二天中午才睡醒慢悠悠的来到病房, 一看父母吃的菜里没有一点肉, 皱了皱眉就自己一个人去外面的沙县国际了, 母亲心中暗叹儿子的不懂事, 现在家里连做手术的钱都要找亲戚凑, 一块钱恨不得分成两块花, 不过一想儿子长这么大也没吃过什么苦, 也就由他去了, 下午儿子帮忙照顾自己就可以上班去了, 可谁知道下午儿子一回来就坐在边上打开了游戏, 整个病房都是他的骂声, 好像除了他以外游戏里的都是畜生, 所有事情都还是母亲一个人在干, 快到五点的时候, 爱坤接了一个电话就出去了, 招呼也没打一个, 一直到半夜还没回来, 母亲打了一个电话, 接通后听到里面传来了震耳育龙的音乐声, 孙你在哪呢? 喂妈摇头了, 听不太亲你说的, 挂了啊? 看着儿子挂了电话, 母亲看了一眼熟睡的父亲, 叹了一口气, 第二天到了下午, 儿子抬杉杉来吃, 妈, 有没有什么吃的, 饿死了, 昆, 昨天晚上你去哪里了, 玩到这么晚, 哎呀, 就跟我几个高中同学出去玩了, 都这么长时间没见了, 你这都要管, 不是说管你, 你爸现在躺床上等你照顾呢, 不是有你呢妈, 再说我看爸挺好的, 没事的, 母亲还想说, 行了行了, 好不容易回来一次, 让他放松放松也行, 母亲叹了一口气, 好吧, 你去食堂吃点饭, 下午给你照顾了, 我要去单位一趟, 请假这么久, 再不去要给我解雇了, 儿子开心的溜了出去, 可谁知道一去就是不见踪影, 电话也还一直打不通, 玩来儿子又约上了自己的好友, 几个人一起花天酒地去了, 四日母亲回到家里, 看到儿子正在呼呼大睡, 房间里充满了酒气, 一把掀掉了他的被子, 坤, 你爸还在医院躺着呢, 你天天这样像话吗, 干嘛呀, 妈, 我不就是跟朋友出去玩一下吗, 都好哥们, 以后都是关系, 坤, 不是妈说你, 为了给你爸准备手术, 妈已经跟别人借了五六万, 还是要节省一点了, 不能天天去饭店吃, 还天天出去喝酒蹦迪了, 妈, 我明年就毕业了, 到时候我就能赚钱了, 我就能帮你们分担了, 现在不得好好玩玩, 儿子一把抢过了被子, 继续呼呼大睡, 显然还没有听进去, 之后几天里, 儿子都再也没来过病房, 二老都十分失望, 这天早上一大早, 二老就被儿子吵醒了, 父亲一看是儿子内心有点开心, 谁知道儿子进来第一句就是, 爸, 我看你这里水果牛奶这么多, 你也吃不完, 我拿回去一点给姥姥, 母亲惊了, 从来只听说过往病房送东西, 没见过往外拿东西的, 看见儿子已经在挑柜的拿了, 显然这些你爸还要吃呢, 我不是给他留了苹果和香蕉吗, 够吃了, 儿子挑好水果就出去了, 事后打听才知道儿子根本没有拿回家, 而是送到了同院的另一个病房, 拿去讨好一个正在追的姑娘了, 手术当天, 母亲想让儿子过来陪陪父亲, 于是打了他的电话, 谁知道儿子正在跟一个姑娘看电影, 接都没接, 打了好几个都挂了, 还好手术进行的比较成功, 术后第三天, 儿子才又到了病房, 今天态度比较好, 徐晗问暖了起来, 母亲一看这样子, 像极了他小时候要东西的样子, 我不其然, 妈, 我的三张信用卡都透支了, 能不能帮我还一下, 与其会影响我的征信, 以后就不好找工作了, 要多少钱, 不多, 一万五就够了, 母亲如遭雷击, 就这么十几天, 你花了一万五, 妈, 谈恋爱就是要花钱, 我很快就能给你带回来一个儿媳妇了, 小丽马上就能答应跟我在一起了, 坤儿, 这些天你一直往小丽那边跑, 都在同一个医院, 你爸这边你一次都没来过, 爸这边不是有你吗, 小丽他妈妈半瘫痪了, 多可怜啊, 你可怜他妈就不可怜可怜你妈, 我们现在吃饭都要出去见, 你妈工作也没了, 到哪去给你拿一万五, 这不是在追他吗, 你看我都二十二了, 还没有女朋友, 别人父母都是强力支持儿子, 怎么到你们这都成我不对了, 不行你必须帮我还, 闭嘴, 你现在立马给我滚回学校去, 以后病房也不用你来了, 钱你自己想办法, 我不回去, 你这还没出院呢, 我留着还可以照顾你呢, 儿子显然还不想走, 那你出去, 想去哪我也不管你, 爱坤一脸气愤的走了, 二老对视了一眼, 心中无比后悔, 从小太溺爱孩子了, 没想到养出来这么一个畜生, 之后儿子就再也没出现过, 电话也联系不上, 原来是爱坤出去后, 气不过想要证明自己, 来到广告墙, 直接找了一个最轻松待遇最好的工作, 结果被人骗到了翡翠国, 嘎了两个腰子, 全部看轢悉的飛后, 第三天都哦, 和青春来了毅 dishwas致,